智利局势动荡近日来首都圣地亚哥反政府示威持续不断 对此智利总统皮涅拉宣布取消原定在11月中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高峰会 另外在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也一并取消 皮涅拉指出目前当局首要关注的是恢复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宁 在智利时间星期三发表电视讲话 只受到近期反政府示威冲突的影响 被迫取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高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大会 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作为总统必须将国人的福祉放在首位 需要尽快恢复社会安宁 并且回应公众对政府的诉求 对于智利的决定 白宫则表示感到意外 并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似乎暂时还没有为峰会寻找替代场地 不管怎么样 美国指原定在会议期间和中国签订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时间表不便 此外联合国也发表声明 只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举行气候大会 智利连日来的示威已经造成至少18个人丧命 大约7000人被捕 智利经济损失大约14亿美元 本回到此外联合国交易 大约7000人被建议回应公众 未经济之一 未经济的rov olun